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路上,他们发现身边驶过很多军用车辆 他们开玩笑式地谈论军方的箭头行动 可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个行动到底是干什么的 在超市等待结账的时候,忽然外面响起了警报声 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慌张跑进了超市 大声喊着自己的朋友被迷雾里的东西拖走了 转眼间,浓雾倾袭了过来,人们被困在了超市里 外面已经被浓雾包绕,还传来人们的惨叫声 超市里的人陷入了恐慌 这时,店内的一个疯婆子大声说 这是死神的旨意,世界末日要到了 而另一个女人突然哭了起来,请求其他人送她回家 因为她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结果没有人答应她的请求 她只好孤身一人带着绝望走进了农屋中 戴维抱着受惊吓的儿子继续待在超市里 这时仓库里的发电机出现了故障 经过维修工人检查后才知道 原来是外边的发电机通风口被堵上了 于是他们就派出一个年轻小伙子去外面维修 刚打开一点电动卷帘门 突然从门外伸出来一只大触角 并且缠住了站在门口的小伙子 戴维赶紧跑过去解救她 而另外两个维修工被吓得不知所措 戴维砍断了一节怪物的触角 但小伙子还是被这个未知怪物拖走了 为了避免伤害 戴维找到邻居诺顿 告诉他仓库发生的事 但是诺顿压根就不相信 戴维告诉给其他人 但是其他人也不相信 直到看到了仓库里被砍下的触角 大家才相信 外面确实有怪物 随后大家开始对超市里的玻璃墙进行加固 此时疯婆子又继续向人们传教 他告诉人们要用血迹 才能救赎自己所犯的错误 诺顿也不认为会有什么超自然现象 并认为出去寻求救援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超市里的鸡肉大叔决定陪他一起出去 戴维在鸡肉大叔身上借了一根绳子 两人刚走出去没多久 绳子突然被快速收紧 戴维他们几个连忙拉绳子 结果把大叔只剩半截的绳子拉了回来 这引起了超市里人们的恐慌 天逐渐黑了 人们发现窗户外有大量变异的巨型蚊子和巨型蝙蝠 并且撞坏了窗户飞了进来 人们赶紧用火把把这些生物赶走 但是超市也引起了火灾 有人被严重烧伤 也有人被蚊子咬伤 戴维他们几个人商量着离开超市 去隔壁的药店找些药 而此时大多数人都开始相信疯婆子的言论了 疯婆子担心他们出去后会把魔鬼招来 于是煽动信徒阻止他们 但戴维还是带着一群人来到了隔壁的药店 在漆黑中 他们听到了非常怪异的声音 而且发现了好多蜘蛛网 同时还发现了一个被蛛丝包绕着的士兵 当他们正准备切断蛛丝解救他时 忽然有好多蜘蛛从他身体里冒出来 大蜘蛛也都从蛛网后面跳了出来 又有好几个人死在了药店里 戴维他们几个逃回了超市 随着恐惧的加深 超市里疯婆子的信徒也越来越多了 人们都沉浸在他的宣讲之中 在疯婆子的胁迫下 超市内的一个士兵被揪了出来 从他口中得知 这可能是军方研究的箭头行动导致的后果 已经失去理智的人们 在疯婆子的鼓动下 把士兵扔到了超市外边 人们亲眼看见士兵被怪物拖走 戴维他们几个人决定凌晨时离开超市 却被疯婆子发现了 他鼓动人们去抢戴维的儿子作为祭品 眼看两拨人正要打起来 这时候跟随戴维的神枪手奥利 开枪打死了疯婆子 这震慑住了其他人 出了超市后 戴维的几个跟随者相继被怪物拖走 最终只有五个人活着跑到了车上 戴维开车回到了家 看到了门口早已死去多时的妻子 他们继续开车行驶在公路上 迷雾笼罩着他们 直到汽车燃油耗尽 他们才停了下来 但是仍旧没有走出迷雾 外边依旧传来怪物的声音 车上的五个人都陷入了绝望 决定自杀了事 但枪里的子弹只有撕发 最终戴维开枪打死了儿子和其他三个人 而他自己下车等待怪物的袭击 没想到等到的却是军队的坦克 后面跟着几辆军车运送人们转移小镇 迷雾也逐渐散去 戴维跪倒在地上 无助的嘶寒 充满了绝望 应该说这部影片 可以带给我们思考的东西有很多 人性在未知的恐惧面前 会变得多么脆弱和可怕 影片的戏剧性结尾 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 他摆脱了以往此类影片的俗套 英雄主义在这里没有奏效 结尾男主绝望的嘶喊和痛哭 像一颗刺一样 扎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